保证他这个水平 所以话 我觉得在这里人家住的是广府人家土住的 然后客家人后来搬到这边来之后 打斗 死了很多人 后来清政府都把一部分的客家人就搬走了 不要再这样狠 然后但是这里的就是青山绿水 记得highway还没有建好 看到没有 我们那条就是那里过来 看到没有 这水很清的 这两岸两边30公里范围内 这是最中间的最最热常年热的 靠近你们那边 另外两条是南回归线 北回归线 南回归线一圈 要么就大海 要么就沙漠 只有广东的虫化跟那个造庆 是保持有原始的森林公园的时候 你看到山上 漫山边也都是水果树 漫山边也都是那个蜜蜂香 数不尽那么多 那我们广东全世界的栗枝 百分之吹出来的 那个蜜蜜树相传是 加一加 不吃的了 不吃的了 我不知道 书东方都曾经写到 日旦蜜蜜三百个 不妨常坐岭南人 就说样了 可以看到没有 这个湖 这里一直上去水很清 不要看到这里水深的地方 最深的多少米 230尺 很轻啊 去的就 你看这 好重量 大概是五千多平方公里的范围 那个水都集中在这边 好厉害 而且习近平能够重新 能够上去 他的功劳很大 以后肯定很有军权给架空掉了 所以习近平上来就马上保留这三个朋友势力的 影响力很大的 你知道吗 他 柏西来不是在重庆 他那个手下的公安局长 不是讨不到美国领事馆去吗 他直接就派 他怎么就调那个二十七军纪火 是我们的中组部 或是我们这个怎么监察委员会啊 来抓他的 中纪委 中央纪列警察委员会抓他的 前三年的保险 一定要买平安的 所以我这深圳不可以做经商 但是以前啊 他都看到连这个利益太大了 我不放手 下台之前几个月抓的 就直接先把柏西来抓起来 不卖不行啊 他不卖 他不把一部分的利益让出来 习近平中央军议绝对不够啊 他就说少 就八千万一家那个五星酒店卖给人 这三地适合于种水果 所以现在他们就high了很多 也改变很多 你看这房子可以建得越来越高了 他慢慢慢慢地改善很多 所以现在这种就是我们 习近平提出来的精准扶贫 因地制宜 你的地方适合于种水果 整周的山都是哦 这就是地风向看到没有 右手边这些 哇你看这四十 因为他要招 要摆出来给人家看到 因为农家了 吸引人家的游客 拜拜